45 今晚報,隔一個月就被超額扣費 2015年7月18日讀者來信14編輯同志 我是中國移動的一名用戶 今年3月,我查詢畫費帳單 發現移動扣除我的2月份畫費 超出了每月的套餐支費近一倍 但我使用時並沒有超出套餐支費的情況 於是,我向移動計費部門反映 移動後來將2月份多扣除的支費反還給我 可是7月1日,我再次查看畫費帳單 發現4月份、6月份又出現了與2月份相同的情況 也就是從2月份開始 每隔一個月我就會被超額扣費 我向移動反映此事 但至今美國,讀者留女士記者調查記者 與中國移動全國克服取得聯繫 客服人員稱將對留女士反映的問題進行核實 隨後,移動天津客服中心客服人員級記者 打來電話,說留女士反映的問題屬實 他們會對造成多扣支費的具體原因進行調查 之後,另一位天津客服人員聯繫記者稱 造成留女士手機超額扣費的原因是系統出現了問題 已經得到解決 他們已將超額扣除的費用反還給留女士 記者重反映人留女士處得知 移動特爾反還給塔超額扣除的費用 本部建集記者裝援 記者重反映人留女士